接下来为您播出 童话栏目剧 让杜嘉说个小语 为我爸做丧出病 这是两下里的恩怨就算了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对这两家都闹那么多年了 家里闹村中门 仇患壮志孝儿郎 天地和林李作 仇家流出孝恩的 百年恩怨一朝节 美名莲花 陋海藏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跟你讲 发生的杨柳村的故事 上一节的故事里面咱们讲到 杨柳村住着杜李两姓人家 两家人祖上因为一座 相传是皇上赐给杜家的牌坊 结了院了 恩怨一直延续的现如今这一代 现在李家的长子李世杰就是杨柳村的代理村主任 他想借花献佛 把这座历史悠久的牌坊搬迁到林村 一个叫桃花村的地方 他是想赢得镇里边领导的好感 为下一届杨柳村主任选举大金属 可是咱们都说了 这牌坊传说是皇上赐给杜家的 这个举动挑动了杜家人的神经 杜家的领军人物胖神 那对这个事情属于不饶 他坚决不允许任何人来碰他们老杜家祖上传下来的牌坊 就在这结局院里 杜家的杜燕和李家的李海龙 他们都相继从城里回到了杨柳村 杜燕本来和同村的同兴名是一对恋人 但同兴名考上了城里的大学 两个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分了手 杜燕在五年之前不声不响去了上海 现如今回到杨柳村的杜燕心里边还惦念着她的兴名歌 可是她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妹妹杜小莲也暗中喜欢同兴名 杜小莲一心想到城里去打工 投奔同兴名 遭到了母亲胖子的鼓励 现如今这个关键人物童兴名 她就要回到杨柳村里 她将会给杜家两姐妹的情感生活掀起一场新的活 另外一方面李海龙回到村子里 看到已经长大成人 亭亭玉立的杜小莲 那一下子就一见两眼 但是李海龙也没有预料到 接下来就要发生一场巨变 而这件事情会让李渡两家的关系出现更大的裂痕 也把她跟杜小莲的关系越送越远 明天就要车采访了 到时候我多两天肯定要来饭过来 你多准备点人手 行 不用你 赶紧到我先回屋了 你还要回来了 好 快说 李海龙 臭小子 城里工作好好的 怎么说不干就干 那工作和外星我干他干嘛呀 再说了 这回来一样可以做完事也一样 怎么还咋 老子在外面辛辛苦苦和替你挣 你倒好 想干嘛干嘛 行 我让你不成屁了 我臭你个臭小子 来来来来 我臭你 奶奶不炸呀 干嘛呢 别 别啊 你臭你 大臭 什么臭 臭小子 你臭小子 我臭你回来这种大臭 你臭小子 你要打他 你先把我回来拉你出头 老师姐 儿子刚回来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干嘛动手呢 就是 爸 有你这样的吗 我刚一到家 你就开挡呀 我是不想跟你动手 要真动你手了 你也挡不过我呀 你也挡手 是什么 我行 我让坏手 让开 我 我 你 你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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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 我还要抬他回来 你有什么话 妈妈跟他那个说吗 妈 你们俩 男的 他妈妈 我这 要的孩子呢 你 你看 你看 你看他 看他 看他让你们惯的 他什么样子 他马上跟他以后又白师傅残态的 师姐 快快快快 快坐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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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呢 你要呢 要什么 你要哪 师姐 哎呀 师姐 你过来有病了吗 这个鬼后来 过来不要讲什么 你是高学校的 找不到机 啊 你上个星座妈妈说嘛 好弄他下 都不过了师傅 好弄他 你讲什么机呢 你自己有病 你不知道啊 家里家外不清津 啊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你怎么不学习你姐姐呢 哎 老头子 我跟你说啊 今天我和燕啊 那可是大大的风光了一会儿 把那里是街的歪风邪气 哼哼的杀了一把 哎呀 那叫痛快 轻点 学他 别闲言闲语 总不会无缘无故的传出来吧 苍蝇都不顶没缝的蛋 这样的姐姐 都觉得丢人 有的人还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你个混蛋 哎妈 妈 哎呀 我不行这么说你姐姐 今天是谁惹了你了 啊 什么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哎呀 师姐啊 你个人身体都不好 都没我着急嘛 哎 哎 师姐 那个派方好久扯了 听说毒海那里老的嘛 哎 妈 多家有情绪是很正常的 这个啊 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 已经考虑到了 小丫头又犯病了 你甭理她 没事 生生气就够了嘛 你家人哪有不磕磕碰碰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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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啊 没事吧 可能排风那边风有点大 着凉了 那我已经拿点药去啊 不用了 没事 我就给你拿去啊 妈 这本身就是造福箱里的好事情 咱们得支持 现在多家人不理解 他以后会理解的 再说了 这冤家一解不一解 咱们肚里两家几代人的恩怨 也应该了解了 你说的 请教持人能吵 那个几倍的恩怨啊 啥子都这样 可以哈巴哈都了得了 不得谢 妈 你们不要操心了 来 来 哎呀 你这天啊 好吵 我这个锅炒得软了 我这个锅炒得软了 我那边 过来把干部吵了呀 阿姨好 小莲在家吗 汤脚好点没 我来看着它 我自己熬的骨头汤补盖 荒薯老体鸡败面 没有好气 阿姨 您这话怎么说的 这好像纳闷的 咱们肚里两家 为什么就不能化干哥为玉博 那个变仇认为亲人的 你想想看 我跟那个小莲 还有杜燕 那可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所以你从小就欺负她 三天两头都拿砖头砸我们家窗户 你说你什么坏子没做绝啊 你不小时候调皮不懂事了 那个怪我妈 没把我手脚往好 滚 这次回来不一样了 我就是为了化解咱们肚里两家的恩怨而来 总之 反正要给咱们肚里两家 开出一个新的局面 走走走 阿姨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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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 似乎从来就不能停静 除了发动机到鸿鸣 谁呀 童星明 李开宗 怎么是你呀 嘿 嘿嘿 慢点慢点 哎 大壮眼啊 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想死我了 你说咱班那么多同学 要么进城打工 要么去楼外地 都难得见少人家了 咱们俩也好几年没见了是不是 可不是嘛 好几年了都 哎 向山干嘛呀 我爷爷老挠冰犯了 我来蔡顶药 这次回来呀 我就不打算走了 英雄 英雄所见 嘿嘿 我也不走了 扎根 我听说你在城里混得不错呀 再做生意 啊 还行嘛 哎呀 不过 不怎么喜欢城里边 还有家点好啊 你看 哪家美国住的都是独栋别墅 啊 出个门 谁不认识我李海龙啊 嘿嘿 等等等等等等 杜燕也回来了 你们俩 她也回来了 不会吧 你不知道啊 哎 说起来 以前你们俩可是我们班的金头玉女啊 不过后来听说你们俩分手了 怪可惜的 胖子 什么事啊 哎呀胖胖子 你 你这 你干活你真有嫌弃 快点看看去吧 李世杰带着一帮人踩你家牌木了 啊 是这回我跟你讲 真刀真枪啊 你你家牌木这是凶多吉少 完了这回 哎 王八蛋 好大家注意点啊 好 别陪出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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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们拆哪儿啊 别啊 这家闭呀 让开 干什么 让开 你拦住 你 让开 李世杰 你那狗币的村主任 你滥有职权 你拆牌棒 你是拆我们家的老祖坊那点 你破坏我们都家的风水 你要造天大五雷红 你不得好死 你要造报应 对了 我早就料到你有这草 你少在这儿撒夫 一次次告诉你 牌棒拆走 那是为了其他村的建设 昨天晚上我要征判了群众意见 大概都说拆了好嘛 免得你再利用他搞封建迷信 逗递 谁说拆了好 谁说的 李世杰 是你自己说的吧 别以为我们无权无事 你就可以这样是欺人了 这个牌坊是我们度假的 牵到别的村 那还有意思呢 这是上面决定的事情 我呸 我看 这警察的宋主义 就是 你好歹也是当官的 你当官不为民作主 你反正欺负老百姓 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老娘今天就不起来了 老娘不起来了 我都不起来了 谁敢多管你不怕他 不起来了 我都不起来了 起来 起来 别打了 别打了 起来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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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杰 你耍人忙你 好 你个建议你敢打我 你打你 走 别打你 别打了 走 别打了 我 ret honored 我快地 我快 Dort 走 快疹 閃 别打了 大舟 鱼顿 鱼顿 大舟 大哥 下个里生下 快叫你撒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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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单 那个熊儿娃你也记得吗 以前他在河里边游泳的时候 咱们俩把他衣服给偷了 愣是在水里边待到傍晚才出来 厉害了 多吵吵吵吵到了 什么龙啊 碰到风云组合还不下跪 还是啥风阻啥河 赶紧回去了 你家出事了 全村人都在找你呢 你爸就是一头塞倒了 就没起来 熊儿娃 别他们开玩笑啊 这阵上能跟你随便乱开玩笑吗 人家阵上的医生都来了 你爸一头塞倒了都就没起来 快回看看这 哈喽 我先去一下 他家出事了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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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er 南 芦芦 阿彪 芦芦 阿彪 老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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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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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 不是 ovat你的死嗎? 我都在這裡 你 不pus了 我來 李世杰的死 让全家人陷入到了悲痛当中 这李老太太悲从心头起 埋怨自己动了放在家里的棺材 说自己的举动触了眉头 反正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害死了 当然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在很多地区其实都有类似这样的风俗 老一辈人的风俗 就是家里有了第三代以后 长辈就开始为自己准备的寿财 另外一方面在南方某些地区 这个棺材升官发财还有这个寓意 当然了您说它是一种民俗 也可以理解 不过您真指望说家里供着这东西 我就升官发财了 这种迷信的想法咱们是绝对不能要的 那么医生来解释 这怎么回事呢 医生说李世杰因为有高血压 所以你看他在争执当中一下激动 出现了一个猝死的情况 所以这是个意外情况 虽然李世杰是属于意外死亡 但是李家人 那么对这件事情他绝对不会善罚甘休 他们把所有的矛头直接就指向杜家人 妈 你怕了 这里是谁都死跟咱没关系啊 他那是清救命不可 我怕什么呀 这么多年了疯疯于你的 我怕个什么呀 这脑袋掉了也不够麻辣的疤 可是 这人怎么好好的自信是没用的 那还怎么样 难道咱们去给他掉伤啊 要去 往日仇家 进入冤家 红起要报 白起要赶 要不 你待会先到李家去看看 好 阿虎 医生 过来帮我 好 快 你干什么 二叔 二叔 你们要叹什么呀 你要叹什么二叔 我要怕你爸爸 抬到度假场都会选择 你这样 这队有办的大不尽啊 我就是给你爸报仇 报什么仇啊 人都死了报什么仇 你报了仇 他也活不过来 你报什么仇啊 你大个死了 就让他待在家里 这搬来搬去 想他死不瞑目啊 你啊你啊 死得太怨我了 走 来 走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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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说句话呀 二胡 别吵 瞧家伙 走 走 奶奶 别吵 奶奶 柯 老师 老师 那李治区 让他一个大科 放到我门口 找我们帅家子 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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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他们要来 让他们来 咱们吃咱们的 吃了怎么 你们还有心事吃啊 我让你们吃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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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在这关门家里啊 你哥死了 我们也挺难过的 你扫在这毛铺号的假慈悲 我告诉你 我大哥就是你们杜家害死的 你胡说 如果不是李时捷仗势欺人 要拆我们杜家的牌坊 如果今天不是你先动手 没有人会丧命 这笔账 行什么算到我们杜家的头上 李哥是你害死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再给我说一遍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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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说理 不能多少 行明哥 你是从城里边回来的 你懂得多 一定要帮我们主持公道啊 死丫头骗子 你给我找开 二叔 公民财产是法律保护 您不能发糊涂 我今天就糊涂了怎么了 我今天就糊涂了 我不知早 臭傻子 我跟你无言无仇 我传你别查头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放在最佳的 给我查 如花 解冰了 把你停了就住手 住手 二叔 我爸都已经走了 别人道了行吗 爸 你这个不孝子 胳膊往外拐 我还不说话 我回家跟你算财 他 你哪一样说的 奶奶说了 让杜娇 出个小女 为我爸 做丧出病 这是两下里的恩怨 就算了结了 放心 你有奶奶是做了人的 不去是吧 好 不去 不去 娘儿 你可不能放糊涂啊 妈 只要冒下去没意思 李嘉毕竟死人了 就他们的意思做 好 从今晚开始 你就过来跟我们哭伤首铃 我等着你 要不来的话 别怪我李世君不客气 走 我等着你 我等着你 姐 我和你一块去 不行 你脚伤的伤还没好 一孩 他们要是刁难你呢 妈陪你去 妈 我一个人去丢脸就够了 你们仓乎什么呀 谁丢了谁呀 这年头 谁是省油的灯 大哥 什么情况啊 凯伴照 黄泉如上的满面中 燕子 你来了 你还好吗 挺好的 你呢 这次 李家让你受委屈了 我受的委屈 多了 现在走 奶奶说了 让杜家说个小娘 为我爸做生出事 妈妈 一孩 那是不要让你呢 我先跟你去丢脸就够了 我先来她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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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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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来 二叔 我喊康格安法 進去幫我辦點東西 今天自己喝啊 行吧 走 好 行吧 行吧 開啞口 你在哭嗎 怎麼沒眼淚啊 你他就是笑你哭傷啊 看著我教你 你要跪下 給我大哥跪下 邊磕頭邊說 爸爸我錯了 我不笑 乍得我說這個 坐 看著我幹嘛 不認識啊 聽不懂我說話是吧 坐 你幹嘛 隨便 隨便 這兩天啊 為我大哥這事吧 你是跑前跑 忙里忙完 夠意思啊 書沒看錯人 別人說 明天還忙一天呢 請回收拾吧 來 走吧 吳元 別給我坐 我看著你坐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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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可以看你 姐 姐 你这是干嘛呀 趁我晚了 先起来休息会儿吧 小脸 你别管 姐 我错了 李海龙 给我出来 李海龙 你们家人还有没有天理啊 看见说那么欺负我姐 你是不是也心爱李德呀 你是不是也觉得是我们度假害死的你爸呀 小脸 你千万别误会我呀 我根本就没那样想过 其实 我也知道 我们家这样做不对 可是我希望你理解一下我 我更希望 你能够理解一下我奶奶 我不理解 我要是和我妈不理解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让我姐上门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照顾好队儿 行不行啊 这个是你说的 你给我记清楚了 要是我发现你欺负我姐的话 绝不饶你 月儿 没人了 现在洗一会儿吧 喝喝水 月儿 我知道 让你受委屈了 可我确实没办法 我知道 你走吧 一会儿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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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 就以前是看着我 你现在的花心 有的时候 还没人了 拿下来人了 你的笔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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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响眼 让开 姐 你进去这大马 走 站住 是居然这个王八蛋 居然这么欺负我姐 竟然太胜了吧 还有你 李海龙 这个大骗子 何几会儿来欺负我姐 姐 我们走 站住 谁今天敢走出这个院子 干嘛呀 想到事啊 你找错地方了 好了 既然不请自来 你也不过去 哥妈 跪下 不去 放开 放开 咱们是不是说好了吗 都家出新的少女 两下你这家人就了结了 别生事了 你说什么 还能让你来管我 你可以再两个小下三岚 给你住了什么 可不是往外拐 跪下 跪下 放上 你放手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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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姐 你没事吧 姐 这 都家咋的了 咋流血了呢 都家 不好了 都家流血了 不好了 姐 李世杰的死 给这场由牌坊引发的争斗 划向了一个沉重的顿点 这事还没结束呢 可是两家的隔阂可就加深了 李世军冲进杜家要个说法 但是李世军带着人冲到人家里一通万杂 这是违法的行为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处十日到十五日居留 处五百到一千元罚款 情节较轻的也得是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居留 二百到五百元的罚款 而且故意损损公司财务的 可以处五到十日居留 并且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的 十到十五日居留 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另外一边 李海龙跟杜燕相继回来之后 童星明这个关键人物 他已经不在乎 他跟杜燕就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境地下 两人重逢 各自的心情 你可以想象 杜燕挺身而出 代表杜家在李世杰的灵前 披麻带笑 受尽李家人的刁难 童星明看在眼里 痛在心中 看得出来 他这心里边 还是有杜燕 可是两个人重逢的那一刻 欲言又止 就不由得让我们想起 当年杜燕跟童星明究竟是 因为什么原因 才分开的呢 五年前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过 现在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 杜燕因为劳累过度 当场就流产了 之前他是风风光光 从上海回到村里 令人现彦了 现如今大家居然发现 这是一个未婚先孕的未婚妈妈 所有人都在后边 处她的脊梁骨 杜燕和童星明之间的情感纠葛 又会出现怎样的波澜 另外一边 李海龙很喜欢杜小莲 可是他父亲的死 让她在悲痛之余 陷入两难的境地 特别是杜小莲态度的强硬 也让她夹在中间 她到底应该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感情呢 明天请收看第三集 你家人都是头发 还当我们伤地伤地添火运 你回家去告诉你 你两个孩子 今天晚上小莲替她姐姐为你挖手 洗头发 剪头发 全部舞者 回光联 你就等着 看得什么粗粗 等等 你们俩还啥呢 你还真是 你不得实验呢 女人要是人自重 就会被别人戳一辈子的脊梁骨 天空 我不希望看见你现在这样子 我现在哪有资格 说什么爱不爱的样子 你俩 就像两条铁轨 此时此刻 是不可能在交织在一起了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咱们明天见 小蕾 小蕾 小蕾